去年11月17日反送中抗爭期间 港警围攻香港理工大学 12天的持续袭击 警方出动催泪弹 水炮车 震爆弹 现场火光蔓延 校园瞬间成战场 大量的伤者被送医 被视为是港版的六四事件 当时在理大坚守七天 人称厨房老的施汉衡 投榜马尾为抗争者主持的画面 许多港人记忆犹新 一年后他想起一同坚守民主战场的同伴 依旧动容 一开始施汉衡扮演厨房里的辅助角色 两天后超过50位的厨房人手只剩一半 去参与其他岗位 第三四天厨房只剩他一人 默默为抗争者提供热食 作为他们的最佳后盾 困守六天后 李大副校长魏炳江来到校园巡视时 施汉衡身批美国国旗冲到对方面前表示 自己会守护留守餐厅内学生们的安全 更当面要求魏炳江去清理厨房 现在回想施汉衡这么评价 他讲些什么做些什么 他认为学生不信他 然后外面的人会觉得 你身为一个校长 为什么要这么低姿态去配合他们 或者是校长需要做这些东西 你作欲英才的人 为什么要中他们 各方面有不同的声音 但他应该怎么做呢 在缺乏睡眠与高压情绪中熬了七天 施汉衡在传道人的劝说下离开李大 许多人感念他一周的坚守 施汉衡说支持自己坚守李大的最大力量是意志 而当前的香港仍需要这份坚持 新厂人记者梁珍 张鹏 香港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所有信心